эту螂夫狩唱 Place Now you can start trying weird and I need an extrication and I need an extrication and I need an extrication and I need a next quickly 你会写中文词 我需要一个 那至少对于中文的句子 我的句子好差哦 也是要姐姐帮我再看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就是 可能 可能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我英文直接直接这样翻过来 这样写的 谁是姐姐 哦 佩妮姐姐 佩妮姐姐 你就叫她姐姐 对对对 我都叫她姐姐 我就这样用了 然后姐姐就会讲啊 没有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听一小段好了 好 不要再愤怒 别在乎谁是怪物 你不是唯一的抽象徒 边走边唱边刺伤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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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陈乐荣 今天好是创作新人郭修玉秀 欢迎大家好 乐荣讨 嗨 秀 你好 SHIO 是 你的也算是英文拼音嘛對不對 是 我家鄉的拼音 是郭修裕是本名 是 是的 很多人應該 一下唸不出那個裕字對不對 是 你小時候會不會覺得很難寫 可能因為小時候 你不會寫中文嗎 不會 你不會 小時候都是讀英文馬來西亞的 了解 所以都是用英文字在寫 所以SHIO也是就是身份證的那個英文字 所以 所以後來你真的看到這個 這個繁體中文字的時候你有嚇一跳嗎 其實 爸爸媽媽從很小就有講 你的名字會比較特別 可能會有很多人會問你 所以要稍微解釋一下意思之類的 那你現在知道這個意思了嗎 都知道就是爸爸跟我講的意思是 玉是什麼意思 玉是一篇好文章 可是來到這裡發現到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 茂盛 茂盛 盛 的 那個茂盛 一篇好文章 嗯 這是爸爸講的 所以要走上創作的路也好像是有一點 明明中注定了 希望有可以寫到好文章了 有一天 希望做得到 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是唸什麼 大學嗎 大學是唸現代樂 然後是拉小提琴 哇 主 主修 主修 是哪一個主 Sorry 是major嗎 對對對 主修 你以為是cook嗎 我在想 你那個動作很像在炒菜的感覺 主修 主修 主要的意思就是 哦 主修 很可愛 所以是從小就是唸古典音樂的 是 小時候是古典音樂 十歲 應該有六年 六年的時間 喜歡嗎 其實 還是很辛苦 其實不會辛苦 如果 如果沒有 就是如果沒有喜歡這個樂器 也不會想要繼續的在 就是嘗試那個大學的時候拿主修 學現代樂 所以是對他非常有興趣 只是說 不是辛苦 只是說一定會有他的困難 然後一定會有學不完的東西 所以一直想要加強 想要進步 這次新專輯裡面有自己彈上一段嗎 一點點 哪一首 呃 鋼琴方面在蝴蝶效應有彈 蝴蝶效應有 蝴蝶效應就是前面那個 那個有 然後在Yesterday的中間 大概就是會聽到一點點跑出來一下一下 然後在後面後面又再跑出來一點一下一下 這樣 所以這次最主要就是自己的詞曲嘛對不對 是 基本上 編曲會嗎 編曲不巧 真的不巧 還沒學就對了 對 以後會想學嗎 還是不一定 真的很想嘗試 可是可能能力還有 就是知道很多那些知識不夠啦 所以就慢慢再繼續的要更加努力的學下來 所以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說是怎麼樣有機會跟戴佩妮 然後接觸 然後甚至很親密的合作呢 好好 那 這個東西 到今天我想回去還是覺得真的很奇妙 然後那時候是在馬來西亞有一個浴血獎 然後他們有舉辦一個新人推薦禮的一個演唱會 那時候我很幸運很榮幸有被入圍了新人獎 是你自己報名的嗎 其實是我當時的一個叫 就是在我身邊的一個朋友 就是他是製作人 然後他是在那時候有幫我跟我一起做單曲的時候 都是他在我身邊的 所以他都幫我把我的單曲都報名進去 然後 那些單曲有正式發表嗎 有有正式發表 有正式發表 對對對 英文歌 好像 好像有一首英文是因為那個節目 他是一個那個環島這樣子的 所以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中文版 一個是英文版 可是 就是真正的還是中文版 那你會寫中文詞 我需要一個拼音字典 可是講都沒有問題嘛 所以事實上還是可以寫的 算是寫得出來 寫得出那個英文字啊 可是如果要找那個字是哪一個字 真的蠻難的 那個還好 那個可以 對 真的是要對字典 但是至少對於中文的句子 喔我的句子好差喔 也是要姐姐幫我再看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就是可能 可能我覺得是make sense的 因為我英文直接直接這樣翻過來這樣寫 可是可能在中文的語法是沒有這樣的用 就是沒有這樣的用法 我就這樣用了 然後姊姊就會講沒有這樣子的 誰是姊姊 喔Pennie姊姊 Pennie姊 妳都叫她姊姊 對對對我都叫她姊姊 妳沒有叫她Pennie Pennie姊啦 就是通常都會叫她姊姊比較習慣 都姊啊姊啊叫她姊姊的 奇怪 不好意思習慣太習慣 因為妳沒有 妳自己沒有姊姊嗎 妳有哥哥 對我自己沒有姊姊 妳有哥哥 有兩個哥哥 所以是習慣當最小的 會比較嬌一點嗎 會比較嬌弟弟 嬌 嬌 嬌 就比較小孩子氣一點 欸其實還好 還好 就我們三個兄弟姊妹都還蠻 蠻一起的 時間沒有差太多就對了 不算差太多吧 我跟二哥是差四年 可是我們就是感覺上就是 比較像friends 朋友這樣子的 的level 所以她有跟你玩在一起 對對對 小時候 我們都一起玩lego 玩那些transformer 那些金剛 我不懂玩什麼 所以妳喜歡玩男生的玩具 比較習慣 比較習慣玩那種 就是自己 那個lego叫什麼話語 樂高 樂高 就是玩樂高 長大 對 所以其實個性是個什麼樣的女生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沒有個性的女生 有個性還是沒有個性 我沒有個性的女生 沒有個性 也不溫和 也不溫和 有時候也是很壞蛋 嗯 然後有時候 膠皮 也不算 有時候很恐怖 然後有時候很無聊 說說看最恐怖的事情 哈哈 沒有啦就是有時候玩起來其實也可以很很 很瘋 對亂來這樣 然後有時候又可以就是怕 怕的時候又好像靜靜在一個角落這樣 沒有什麼講話這樣子 嗯嗯 就是自己會關起來一下 這樣 這樣算起來是很很 算是很emotional的人嗎 算是 起起伏伏很大 一直都有 因為聽你的專輯 我會覺得好像感覺是一個很冷靜的女生 喔真的 會以為 喔OK 好 其實沒有那麼冷靜啦 哈哈 而且會感覺以為是很成熟 啊 就是好像 可是本人看起來是有點可愛的 謝謝 那種有點 謝謝 那種有點 好像是比較輕鬆的一個女生 可是為什麼做到音樂的時候就好像是一種 欸 啊 好像想很多 可能 心情很複雜 是 是這樣子的 可能比較不順暢啦 喔不順暢 所以就有這些情緒 而且可能自己跟自己在打戰 所以就是很多這些 想要發洩出來的一些故事 然後又沒有地方 就是沒有人可以講的時候 沒有地方可以去發洩的時候 就發洩在寫歌 做創作 下面裡面 嗯 所以這些歌 大概是多久時間內做出來的 有一些是認識潘妮姐姐之前 很很早以前就寫了 算是在就是中學 要跑去大學的那段時間有寫 然後比較早的作品是 比較早的是幸福的獨奏 會比較早 就是它的旋律 它的那個melody 可是歌詞是之後 應該是之後 對 之後才有填進去的 然後 有一些是我到這裡才開始有靈感 開始寫的 就是像 蝴蝶效應 嗯 然後幻想的作品 嗯 都是來到這裡才寫 所以其實都就是有大學時候寫的 然後也有認識潘妮姐姐之後 簽到台灣來才寫的 嗯 她有給你什麼樣的建議嗎 其實姐姐 呃 潘妮姐姐對我蠻好的 她都會講 先放輕鬆就是你先寫 你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你有什麼想要表達 就先寫出來沒有關係 嗯 所以不用怕寫錯什麼的 所以我都大概看字典什麼 也把歌詞大概想表達的 可以 可以自己 的能力裡面寫得出的 就是先寫出來 然後散給姐姐聽 嗯 所以姐姐聽了之後 就會慢慢跟我講 可能哪裡哪裡 需要再 改正 因為不對 或者可能旋律上面 你可以再嘗試看 try try看 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這樣子 就是她都會 大概會建議一些 她知道的 然後我就是從哪裡再看 可以不可以再把這首歌 變得更好 嗯 通常你覺得容易改嗎 因為有些人創作 他一下想進去之後 他好像很難再去做 其他的Version 你知道嗎 可是你覺得你是容易變的 還是不容易變的 其實有些歌容易 有些歌不容易 可是我發現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自己找到的方法 就是 不要聽那個歌 for 一段時間 可能就是給他兩三天 這樣子就是不要去聽 就是姐姐已經說 可能要嘗試改的話 那我就可能隔一個兩三天 不要去聽 之後再開回來聽 有時候真的是 就是很快的就 發現到 真的還可以 很多可能性 可以再去嘗試 再去試試看 不順 兩三天已經很快了 真的嗎 有的一放下 放下來可能一個月 兩個月才會比較能夠 真的喔 重新 你知道 重新開始 另外一個想法 可能因為我放這 我會開始癢 就是我一開始癢癢 覺得我好像欠 你想要再回去 對 再回去做那一個事情 欠這一個新的demo 就很想回去 回去把這東西做好 所以都會癢癢 想要回去聽 現在會喉嚨癢癢 想唱歌嗎 這 呃 好我們先來唱一首歌 好 好 所以你要挑哪一首 And the Ribbon Song 耶 這首歌為什麼保留英文版 為何 好像是因為 不知道怎麼變成中文歌詞耶 是你不知還是公司不知 大家都不知道 我通常都會跟Penny姐姐一起聊 就是一起討論看 要怎麼樣改一首歌 然後姐姐發現到她 她有說啦 她也蠻喜歡這個英文歌詞 然後她又覺得 中文好像 就是她有嘗試想要把 這整個英文歌詞 就是Exactly 呃 完全的想要翻譯成中文 可是翻譯過去的時候 好像又沒有聽英文詞的那一種 順 那一種 嗯順吧 還是意思 所以她就覺得也好 就保留英文 所以專輯裡面也有了 我還沒選這一首 可是這首她還在講什麼呢 跟大家說一下 好 這首歌是 呃 我發洩情緒的 隔一天寫的 就是 我可能就是前一天非常難過的 然後很生氣很什麼 然後就是很 很 呃 叫咕 咕 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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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隔一天冷靜下來之後 寫了一個很安靜的歌 是 所以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這首歌是感情方面 出狀況的時候寫的 然後覺得自己被 呃 兩個尖尖的那個 通常他們會這樣剪一個 就是它在最尾的那邊 我知道 會有一個好像一個三角形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剪的時候有一些 布質布料 它會開始有線跑出來 然後對那些看了很不舒服的人 又想要去剪給它 更整齊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整段感情就像 好像把它弄整齊了 可是 又不管怎麼樣 一定有那些 亂亂的線又跑出來 又想要弄整齊 結果這些東西 這動作一直剪一直剪 永遠剪不完 所以這首歌 那一條就沒了 對 你就一直往上剪 就越來越短 對 所以這首歌就是講到要 就是真的是剪到要結尾了 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找不到 找不到解決方法這樣子 所以就一個很 放棄的一個心情在寫的歌 好 我們來聽一小段好了 好 很簡單的一首歌啦 對 但是你知道嗎 秀的聲音很棒 謝謝 你聲音小小聲輕輕唱 但是那個 我覺得共鳴很感人喔 謝謝 嗯 謝謝你 我喜歡你的聲音 謝謝哥哥 所以其實 小提琴是從小練 但是唱歌呢 是 什麼時候 唱歌 特別愛戀 唱歌不知不覺唱出來 嗯 在 開始創作 在學校裡 沒有參加過什麼樣的 沒有耶 因為不知道自己 有沒有 可以唱歌 這塊 也沒有被推上台去 其實 沒有什麼嘗試到 小時候沒有 除了唱卡拉OK 哦 那是自己 跟朋友去玩 就是那一種啦 就是都是自己開開心心 亂亂唱的那一種吧 也沒有想過會到 就是上台表演 可是 嘗試創作之後 我在十六十七歲 開始就是 爸爸有教我一點吉他很基本的一些 就是隨便談談就唱出來 就覺得 想要嘗試寫歌了 嗯 所以就覺得那時候也就是 不知道要找誰 一起來做的時候 自己在房間就 只好自己全部做完 好像就是只能先自己來 所以那時候也進入動漫的世界 也為了動漫的一些故事 想要寫 自己寫歌 對寫歌給那個故事 覺得很感動 就寫了那個歌給那個 但有人聽到嗎 那時候有那個動漫的活動 我就在活動開始上台唱歌的 哦 就得跟其他的 一樣的Fans 大家去分享就對了 對對對 是從那邊開始 然後那邊有一位朋友 就是有注意到我 然後在馬來西亞的一個 就是八度空間舉辦的 非常好歌的一個比賽 他們在找歌手要幫忙參賽者 唱他們的作品 所以那個朋友又剛好很巧 就在八度空間裡面 就是他也是在負責那個節目的 他就講你要不要來幫忙一下 就變得更大的一個舞台 又在另外一個舞台就這樣 就從那裡開始就 又開始表演唱歌 所以陸陸續續有 越來越感覺自己的聲音 其實是不錯的嗎 我不懂耶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是 因為你也學音樂啊 你一定也有你自己的 我聽 聽覺啊 你會聽到有人唱這樣 有人唱這樣 你會慢慢越來越覺得自己 是可以 通常我 出來表演的 通常我聽大家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唉唷 真的我沒有辦法唱得上來這樣好 真的我沒有辦法唱得上來這樣 真的嗎 可能自己方面 我會覺得有人跟我講 欸你的歌我聽了很安慰 其實我就覺得應該是OK啦 這樣 那你自己聽你聲音沒有很安慰 會不會 我只會知道音準不準 會不會 就是我好像要很緊張的 都是在 處理那個 都是在 真的嗎 然後很想把聲音唱得自然 然後不要大家聽了耳朵很辛苦就OK 所以有時候唱歌的時候自己沒有那麼放鬆 好像沒有放鬆過 嗯 不管在錄音室 或者在現場 可能是自己的一個障礙 還沒有過的一個障礙 可是我有發現到 唯一一個可以就是 讓我唱歌的時候投入 就是我可以 有辦法想回當時寫歌的心情 所以我是從那個感覺 可以有辦法投入在那個歌裡面 可能把感情啊心情唱出來 可是 呃就是除了那個 其他都是在 其實不容易 音準不準 你自己也有跟你的姐姐講嗎 有其實佩妮姐姐都 她都注意到的 她都講你不要太在乎你的音準不準 你的那個表情什麼 你的自然比較重要這樣子 是是是 所以錄音的時候真的是佩妮姐姐都一直在教我一些 一直在修 不要這樣緊繃的再只是顧著你的technic 你的技巧其實不重要 你要唱到人家感覺得到感受到你的故事比較重要 你看所以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其實你的專輯會有一種 好有一種 很特別的就是 你知道冷冷的 然後遠遠的感覺 可是那是個很好的聲音嘛 好 而且市場感覺好像比你本人老一點 好 謝謝 就比較成熟你知道 我也想成熟 是成熟的 對 可是你明明還這麼可愛這麼年輕啊 所以其實要不要 要不要我們暫時先享受我們的青春 也是對啦 也是對的吧 對對對 一步一步來 老的機會很多你知道嗎 對 老的時候就會懷念以前了 好 最後我們要聽哪一首歌呢 要聽這支專輯裡面的歌 樂榮哥哥有沒有想 有啊 要不要聽抽象圖 好啊 好不好我們來聽一下抽象圖 不要再憤怒 別在乎誰是怪物 你不是唯一的抽象圖 變技術品 事實上撥 噢噢噢噢 落落在你的视线 却凝固 Zither Harp 觉得唱得怎么样啊 这集 我应该不敢听回去啊 你说你不敢看我们这集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觉得这是从马来下来的 一个非常年轻的音乐的 新人郭秀玉秀 带来首张专辑嘛对不对 会希望这条路可以 怎么走下去 有想象过吗 还是也不敢多想 我希望自己 可以找到更多自信先啦 等些没有去想到 有多少的观众啊 多少的市场啊 对自己真的是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好 然后要感谢大家 要感恩 然后要报答团队 一直以来的辛苦跟照顾 这是自己内心的话吗 是我内心的话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他们就讲不要一直觉得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你到底欠他们什么 很担心麻烦 很担心麻烦 很担心麻烦大家 所以就是觉得一直要抱着一个 要去感谢大家的一个 真的 心情去做事情 哇你真的是很有家教 谢谢 很有 很有修养 也很 希望是 有 希望有 好 真是有礼貌的新人 谢谢你来上我节目 谢谢乐容哥 谢谢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